台視三立最新週日偶像劇 跟鯊魚接吻 才剛播出便掀起話題 除了完美詮釋鯊魚女形象的中央 還有睽違十六年 再度出演電視劇的崔佩儀 兩人初次見面 變上演激烈的巴掌戲 起碼我沒有靠家裡吃軟飯 沛逸姐比較害怕 她一直覺得很不好意思 說妳就打吧 不要我們才合作 第一場戲的時候 就打了五三六次 我忘記 但是沛逸姐打得一點都不痛 我說真的 妳真好 我記得我這一輩子被打得最痛的 應該是那個龍少華龍哥打的 我好像打得真的那個下手之重 那我要讓妳印象深刻下手打更重 還要打 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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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覺得 周朗是一個很敬業的演員 她說媽媽 我們可不可以 先對一下腳本 現在的年紀人 很多人可能覺得我是女主角 我可能根本不需要 可是她很敬業 我們對了大概兩遍到三遍 她完全沒有看劇本 就非常非常的敬業 這是讓我覺得很棒 季節的時代之後 在《跟鯊魚接吻》中 再度演出高冷總監的中瑤 演技廣受觀眾好評 奠定了女常人的形象 就不要衝動了 我覺得蠻多人把她拿來 就是比較解的時代 但我覺得其實女常人 這個名詞應該已經不是很流行的 因為現在職位做得很高 又很有才幹的女人非常的多 那我不是說這會是一個常態 然後也謝謝大家滿喜歡這個角色 但是她完全跟姊姊實在不一樣 她有一股很特別的氣質 是很古典 加上有一點冷艷 就是高雅那種冷冷的 非常符合這個艾莎的角色 本人比較幼稚一點吧 沒有沒有 不會 反差這麼大 好 OK 而作為付出作品 崔佩儀在《跟鯊魚接吻力》 演技的發揮 與後輩之間的火花 都令人更加期待 貝姊真的很實際 她在裡面演一個 非常時尚的媽媽 她整個人以表各方面看起來 只貴妻 看她今天就知道 我怎能不疼你呢 對啦 那時候沒有當過媽媽 不知道媽媽的角色是怎麼演 只能用揣測的 可是現在一路這樣演 知道說 媽媽的這個角色 其實是很廣的 我覺得貝姊真的非常非常的 親和力超級 就是親和力十足 就我們只要一沒有在拍戲的時候 她就會去跟我分享 她以前拍戲一些經驗 然後生活的大小事 我就覺得哇 她都完全不用花時間跟她熟悉 她完全就是一個 可以掌控全場的一個前輩 對 一眼就喜歡我女兒 謝謝 對 這個腳本 讓我覺得 重新付出是值得的 這樣被客人慢慢打了 我也應該 我也邁入55歲了 我覺得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我應該開始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專注在孩子身上 老公身上 我要為自己而活 我搶到頭香 沒錯 有跟上跟鯊魚接吻的每位觀眾 都有福氣搶到頭香啦 想看到兩位更多的默契演出 就一定要鎖定 台視頻道每周日晚上10點 三立頻道每周六晚上10點 跟鯊魚接吻 完全樂綜合報導